大家好 有一位男友发信息问我说 就是私信啊 他说我分盘的兰花现在长势怎么样了 就是之前呢 在某平台上购买了很多这个兰花柜来栽种啊 有一棵呢 我就是给它做了一个分株的 栽种下去到现在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分株的那棵就是分为两盘了嘛 这一盘呢 就是另外一盘 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长势怎么样 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大家看一下 就是做了一个分株的 有一棵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 我就分了大概三株为一棵 大家看一下 生长的比较的好 当时呢 这个新长的这个新苗啊 还没有这么成熟啊 现在呢 已经比较的成熟了 生长的比较的旺了 不过当时呢 我就用了一些兰植料给它栽种了 然后呢 上面就给它铺盖了一点这种瓦山石的 在南方栽种的话呢 最好是用一些兰植料给它栽种是比较合适的 这样呢 它浮盘是比较的快的 也是容易浮盘的 生长是比较的旺的 分株的栏花也给大家看过了啊 浮盘生长是比较的好的 前提下呢 就是把它放到一个通风环境下去 正常的养护 不要给它随意搬动就可以了 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啊 在南方栽种种植的话 就是用软植料栽种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是在北方的话 就是用硬植料给它栽种呢 是为合适的啊 软植料还有硬植料给它栽种啊 这样浮盘是比较快的 如果用不对的话呢 你想要它生长好呢 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啊 好了 这期节目就简单的跟大家讲到这里了 希望呢 这个方法呢 能够帮助到喜欢养兰花的花友们 好了 下期再见